爆徐开成面临巨额违约金 那扎受邀拍摄杂志封面 张天爱直播再爆出轨细节 前段时间据知名余迹江小燕曝光 演员徐开成疑似在跟张天爱恋爱期间 五缝衔接了鼓励那扎 消息一发布之后立马引起舆论争议 事件闹得是纷飞扬扬 好在没过多久之后 当事人张天爱放出了一段与徐开成的通话记录 澄清鼓励那扎 也证实徐开成是一名惯犯 经常做这种事 已经被抓的多次 自此事件终于告一段落 毕竟徐开成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男明星 做出这种有损形象的事 肯定是会影响到事业发展 5月30日据媒体曝光 徐开成或将面临巨额的违约金 最少4000万左右 因为它有四部电视剧正在等待播出 还有一部电影没上映 但是它的声誉变差 电视剧电影上映之后 片方的收益也会有折损 即便是后期换脸 影响也很大 通过徐开成粉丝此前的宣传图可以看出 徐开成的带播剧有四部 花西记 烈烈红尘 装枪启示录 照亮你 二等待上映的影片有一部长空之王 所以徐开成被爆出轨 并引起大众反感之后 他将面临这些作品的资本方追责 尤其是已经拍摄完毕的剧组 为了保证后期上映不会出现被抵制情况 需要还角色拍摄 或者利用科技手段进行AI换脸 不管是从什么方法都会延长上线的时间 造成金钱上的损失 尤其是长空之王电影被传将在国庆档上映 徐开成的掠迹事件会让片方不好过审 后期调整难度也加大 种种损失都要由徐开成承担 所以网上有媒体爆出 徐开成面临巨额的赔偿 正焦头烂额的处理当中 将这些作品的违约均加起来 粗略估计最少有4000万 看来徐开成今后的日子并不乐观 不过这是他自作自受 肯定需要补偿的 而这份补偿 他的无需赔偿还给鼓励大渣张天爱 只需要付给片方就好 对于家境不怎么的他而言 4000万违约金就够瘦的了 已经拍摄完毕的 会尽量想办法减少损失 正在拍摄的新剧《装枪奇事落》 却是果断换人 有网友爆出徐开成 并未出现在拍摄快一个月的装枪现场 同时有媒体爆出 这部新剧《男一号的角色》 由另外一位男演员陈兴旭顶替 陈兴旭不管是外在颜值还是人气方面 都比徐开成的条件好很多 加上两人算是同类型演员 所以陈兴旭来就场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将跟女主蔡文静补拍前面的戏份 好在这部剧只有12集的小短剧 如果进度快的话 不怎么影响陈兴旭的时间 目前徐开成手中的资源 被同类型明星瓜分的差不多了 所以说大概率翻不了身 但仍有知情人出来透露 称徐开成虽然这段时间 封屏一塌糊涂 但却不会被封杀 毕竟徐开成再怎么出轨 也是婚前的行为 相比起其他被封杀的明星 徐开成的劣据事迹只能算是道德问题 此前那么多出轨的明星都没有被封杀 徐开成自然也不会 只不过这段时间 他的口碑翻车 短时间内不会回归了 就算回归也是小幅度试探 不会进行大动作 等舆论过去或许就会再度付出了 这边徐开成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曾经被他牵连的鼓励纳扎 澄清之后视野也有了起色 30日下午 据纳扎的后援会透露 他受邀请参加某大牌杂志的封面拍摄 双方达成一致 近期就会开始拍摄 而且后援会还表示将会在近期对 那扎9月份的行程制作表格 也就是说那扎9月份的行程可能会排得很满 现在已经8月末了 9月的行程表还没出来 可见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忙 祝他事业蒸蒸日上吧 可惜跟徐拍的烈烈红尘受到影响 而同样作为受害者的张天爱 似乎也从被背叛的悲伤中走了出来 8月30日晚上 张天爱开启了直播 直播过程中 他神情淡定的跟主持人聊天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状态俱佳 身穿一条闪亮的吊带长裙 盘着长发 皮肤白皙到发光 还富有气色 脸颊呈现出健康粉红色 整个人就像是重获新生一样 状态比之前要好了不少 从他的状态来看 估计心情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所以网友不需要过度担心 而且张天爱的社交平台还涨粉了30万 粉丝量的增加也会对他的事业有帮助 这次张天爱徐开启鼓励纳扎的事情 也算是宣告完结了 犯错的人受到的应有的惩罚 受害者心情变好 事业有起色 一切都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在这里呢 也祝福张天爱跟纳扎 希望他们事业蒸蒸日上 今后遇到属于自己的真命天子 牙位 感谢观看